字幕志愿者 杜光旋 字幕志愿者 杜光旋 大家是多麼深愛香港這個國家 香港這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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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哈囉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9月17日 喂喂,哈囉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9月17日 找到了! 这个第二个惊蛾,就是一个民主党的支持者,肯定的啦,我都说啦。 那上次那个Lang Kang,他应该就是那些什么,暗网各样那些啦,那比较上是暗中做的。 这次呢,上次不成功了嘛,就要找个经验老到一点的。 但是特勤局方面,上次又不用怎么负责任各样啦, 但是你都要升格了那个保护的规模,以免侵侵有些什么三抢,那两短。 就话说这里,哥尔夫球场事件啦,其实就更加危险。 因为没有观众那些做遮挡的嘛,又凶旷啊,只有一个目标。 而是很容易的这件事,你想下,打哥尔夫球的时候呢,你在这瞄准的嘛。 那你在做那个姿势的时候啦,你是定镜的哦,不会拧来拧去,又做PowerPoint的哦,实识没有黏牙那样的。 那所以,真是天有侵侵啦。 就话说这名男子是一个极左的信徒,但是呢,他有一些东西就正确的,是一个叫做containment policy。 因为全球来说,啊,你都是需要负回一定的责任的。 他的政见包括啦,是支持乌克兰,啊,支持这个台湾。 那这个是正确的咯。 那个问题就是啦,很多时候你那个支持啊,是表面上的,跟着又是者手者脚的时候呢,到最后,啊,可能还比不支持。 就是支持一下,无端端退态的,你想怎样呢? 是吧? 倒不如一开始就心思熟虑,到底怎样去处理这个问题。 正如,哎,说回他们的爱登贺力,这个登登啊。 如果不是他那么软弱啊,就不会令到中东一大了, 现在全部都是东升班的地头。 又如果不是,当日者手者脚的时候,啊,京京啊,都不会走过去特别军事行动啦,是吧? 甚至乎今时今日可能欧洲震动。 那我们知道啊,登登是很支持欧盟那些的嘛,朋友来的嘛。 但是倘若,如果当日啊, 扎连斯基走了的时候呢, 那乌国门口一早就没了的啦, 那到时啦,你几朋友都没用啦,是吧? 欧盟那帮客到,要烂pampers啊, dipers啊,真的。 那所以支持你都要看一下,到底用什么方式。 事实上第一时间要做的,就是要有一个强大的美国。 美国如果不足够强大的时候呢,啊,就什么都不用说的。 这个余力啦,才是去维持世界方面的秩序。 因为是为世人长远的利益嘛,那但是你没得到处都要的。 那我又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啦,就是平黄冬天。 当时周天子啊,由于他自己本身,啊,风火起诸侯嘛, 就有是父之名,没有了那个道德的光环啊, 亦所以震不住那个墙,一个衰弱的周失, 结果呢,就开启了这个春秋战国时代啊, 不是什么叫周失衰败而已,啊,你第一时间就是, 不要再空洞化这个美国先,啊, 变成了空洞派七双拳的时候,到结局啦,什么都做不成。 这个马克思主义都是这样的,口号是很漂亮的啊, 就是为了追求这个乌托邦啊,人人平等啊, 你看看你都可能上瘾了,那结果就是大肚子事件啦, 三反五反,为什么会造成这个这样的现象呢? 马克思主义是非常之靓仔的啊,老实说, 但是呢,索了的每一个啊,就是那些什么民主共和国, 你自己看一下历史啦,从来啊,任何一个共产国家, 这些人民都是没有好日子过的,不要跟我说中国例外啊, 这几十年来的专制啦,你说经济那几年好一些啦, 那但是人民分到多少才可以的啊? 切实啦,如果你入到这个世贸, 一早盆满滑满啦,超英港美啦, 以中国人这么勤劳的性格,是吧? 什么都好啦,话说佛罗里达州哥尔夫球场打球期间, 这名人士藏身在这个灌木虫啊, 而当时呢,打草惊蛇啊,四个字,没错,特勤局有做事, 那他呢,当然就吓走了啦, 但是吓走了的同时,我不明白的, 你既然都是想着殉道的啦,是不是? 就是说到这么厉害啦,结果在球场附近被捕获啦, 事件里面是无人受伤的,就不像北国丹野那样啊, 就是特勤局那些呢,都不是想着杀陆的, 话说,联邦调查局FBI相信, 今次针对的事件就是他啦, 是有目的有企图, 这个人是58岁白男子, Ryan Wesley Rowe, 而侵侵的说法就是, 事件之后的决心呢,更加坚定, 永远不会放慢脚步, 就是,有没有搞错啊,是吧? 你想一下,一次,啊,不成功, 第二次又是这样,第三次又是这样, 直到成功为止, 就预备令风波停的啦, 我想啊,等等,不要搞那么多事啦, 即时命令FBI, 暴拿这个侵侵, 竖起一绿十字架, 正如这个Kamala Harris 讲的,将这个侵侵 塑造成了民主的敌人啦, 现在人家啊,民主党的支持者啦, 就帮你将这个民主的敌人, get rid of, 是吧? 就是我们知道, 反过来, 新史如侵侵那些, 从来都不会, 啊,当对方是什么什么那些, 啊,没有仇怨的, 有那种, 宽恕各样的精神, 最多呢,只是扭下脚发脾气, 又说这个不对, 这个不着, 但是从来都是只把口的, 所以呢,我又叫他做大口侵, 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当时, BLOM时候被人搞到一锅足, 什么都做不来啊, 他是这样的, 对自己人来说, 什么都做不到的, 那让我想起一个人, 这个是大宋时期的黄安石, 啊,黄安石时期呢, 他其实那时候都是, 就是说16年至20年, 任人就为亲, 那当然又要是好任用啦, 啊,实情, 他就是一个改革者, 黄安石, 那结果现在美国经历的, 我可以说是美国式的新旧党真, 大家去论一下历史又发觉, 是何其相似啊, 而且在司马干之背而已, 只问立场, 就不问事实的, 今时今日就发展到这样啦, 再加上原有党籍卑, 大宋时期发生的事情啦, 在一个框架里面, 宋朝有视而衰, 啊,遭到外族的入侵, 那黄安石任人为亲, 有什么问题呢, 那帮人都不是做事的, 就好像彭斯那些那样, 不要玩啦, 但是另一边又更激点, 是吧, 卡玛拉哈列斯, 阿何妈, 没有啦, 很多人抱着吃花生的态度, 我们都知道, 卡玛拉哈列斯, 如果他真的可以当选到, 美国会变成什么一款, 而中国又会变得多么强大, 到时候真是东升西降啦, 我觉得甚至乎他的破坏力, 是比主席更加厉害的, 就是大家比赛的, 所以目前, 正本归原, 唯一一个拯救美国的方法, 就是在11月的啦, 看一下特朗普当选到不了的, 但是我呢, 就觉得美国国运由事而衰, 所以我是不看好的, 似乎是卡玛拉, 行程大将多些, 第一, 他是克古勒特, 第二, 他是移民来的, 都不能不移民啦, 你两者一样的, 都不是Mutually Exclusive, 第三, 是女性, 差在呢, 如果啊, 那就是, 现在剩下两个月, 我觉得卡玛拉, 可以这样公布啊, 自己是想变其性的, 那他就赢了, 差一步, 好好想想他, 话说, 当时这个男子Ryan呢, 就在270到560公尺之间, 距离大概是, 你跑个小百米未啦, 就是运动场, 大概那一头啦, 就是很近很近啦, 其后啦, 不疑哦, 他驾驶的那辆呢, 是黑色的日产汽车, 不知道Honda, 还是Toyota啦, 去到高速公路那里, 被捕啊, 而找到的, 武林高手来的, 是圆月湾都, 不是, 是47, 还有准升, 再加上了, 中国製的GoPro相机, 厉害, 还有侵侵还会说, 说笑啊, 当他, 知道所有东西平安无事之后, 就说啦, 哎, 很遗憾, 没得同老友呢, 就打完这桿, 就是, 他觉得是可以, 又是啦, 他经常都说, 又赢, 他是赢赢赢赢赢赢那些来的嘛, 上次他都说啦, 已经赢了这个Kamara啦, 这么大口气啊, 明明是人家那个演说技巧更加高的嘛, 不过, 无论演不演说, 都好啦, 他其实不参加都对的, 我觉得, 因为Kamara来说, 他不在于, 在不在演说上, 激到她的, 纽约时报那里都说了, 实情, 就算11月6号啦, 当时, 你可能会见到一个叫做假胜胜利, 就是, 由于邮递选票未回到来啊, 要这个何錦麗曲线嘛, 那我们11月6号, 有灯大眼睛, 看看怎样发生, 还有, 就算即使, 他赢了又如何呢, 是不是, 有第二次, 京安就有三四五次的啦, 哼哼, 看来都是, 没办法完成这个任期的啦, 又开赌盘啦, 一句说完, 就是, 整天都说他是, 俗财者的老友各样, 这些都是口上面的啦, 你都要实情, 就见到他做什么才说啦, 事实上, 有track record的嘛, 那你都, 完全无事, 没什么好说的啦, 16-20年的时候, 他是正绩标柄的嘛, 的而且确, 那几年, 世界就是有和平的岁月, 那不过没有, 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的啦, 那些人家, 再加上了, 刻骨铃铃, 女性, 笑声又那么清脆, 刘眼的啦, 没得搞, 上了buff啦, 咳咳咳, 世界就是这样, 那些人经常说,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别玩啦, 人民的眼睛是可以用这个媒体, 就是, 我是相信哥培尔那一只的, 当, 将一句说话啦, 重复一千次方言的时候呢, 他就会变成真理, 那但是, 如果太多人的时候, 就可能重复一万次啦, 你见那时候啊, 有些人, 甚至乎会走去支持安民哲, 你就知道他那些政见多么厉害, 不好意思, 就是这样, 好, 今天讲到这里, 一起倒下了, 好 babe啊, 你可是又是什么画面了, 你没见过这一天啊,